老贼董卓在酒席宴前杀死了司空大人张温 他是为了杀鸡警百呀 可把这些众文武啊给吓坏了 他们是又气又恨又怕 其老贼董卓无空作有 恨老贼专横霸道 可是又怕老贼董卓的权势一个个是敢怒不敢言 司徒大人王允离开酒宴桌子回到了家里 他是怒气天凶坐卧不安 气得王允啊 今天在酒宴前差一点挺身而起 大喝一声啊 说是张温大人冤枉 然后自己拔出宝剑 就和老贼董卓一死相拼了 根本就拼不过人家 他身边的那个吕布有万夫不挡之勇 自己观拜司徒 难道就看着这汉石江山 毁在老贼之手吗 所以王司徒啊 在家里头他坐也不是 躺也不是 他想到花园里面去散散心 没想到在花园之中 无意中遇上貂蝉了 他以为貂蝉在这有什么私情呢 为什么半夜一个女子来到花园中焚香祷告呢 貂蝉啊 跟王允大人这么一说 说我正是为了您在这主告上仓 为您分忧解愁 您要有用我之处 我貂蝉为了报答您的知欲知恩 我是万死不辞 哎呀 司徒王允一想 这可真是 万万也没想到 能救汉石江山的 却是这么一个弱不尽风的女子 貂蝉 你你你随我来 他拉起貂蝉了就走 把貂蝉带到了书房 王允回首将门关上的一刻双膝跪倒 可把貂蝉吓坏了 大人给他下跪了 这怎么得了 貂蝉赶忙就跪下 大人有话只管请讲当面 奴妃我怎么能受得了大人您的大礼呢 嗨 貂蝉啊 我并非拜的是你 我拜的是汉石江山 说着 他们互相搀扶起来 汪允这才把心服话说了 说董卓端权横行霸道 为所欲为他杀害了多少重量 我今天想把董卓给除掉 满朝温武所拒者并非是董卓而是吕布 我观此二人都是酒色之徒 我想用以灵魂计 先把你许嫁给吕布 然后再把你嫁于董卓 你在其中周旋使他父子反面 翻了脸 让吕布杀死老贼董卓 汉石可救 不知貂蝉意下如何 貂蝉听到这儿又给王允实了一礼 大人 奴背我愿按计而行 只要能上报国家下班离数 大人 就是把我貂蝉碎石万段 我也绝无怨言 王允一听十分高兴 他让貂蝉去歇息 自己赶忙找来了 梁公巧将 连夜打至了一顶树瓦金棍 在这金棍的正居中 镶嵌了一颗碧火猪 然后派人把这金棍就送给吕布 可把吕布给乐坏了 他没看见过这么好看的金棍 尤其是上面那颗珍珠珠光四射 太招人喜欢了 把吕布高兴的一会儿带上一会儿摘下来 摘下来又带上 我得好好谢谢司徒 在朝中一见司徒的面 他就感谢了一番 王司徒一笑 温侯一顶小小金棍 何足挂齿 不过那颗珍珠我倒要说一说 那颗珠子不是我的 是我女儿的 她珍藏了几年了 是她亲手把这颗明珠 嵌到金棍上送予温侯 吕布大吃了一惊 领爱 怎么能够给我亲手牵一颗明珠呢 因为我女儿非常静慕将军 哦呀呀 如此说来 我奉献当上府亲自举拜谢千金 温侯能闪光到我府下 王云府邸一定是四臂生辉 我立刻前往 哎呀呀 王云丰陪 这道痛快 王司徒就把吕布给陪到府里来了 给让到了待客厅 先献茶后备酒 吕布有点受宠若惊了 他问王云呢 大人 吕布不过是相府一将啊 大人您是国家的重臣 如何这样错敬于我呢 你干什么这么恭敬我呀 王云一听此言差异 将军啊 我王云在朝中为官 多多依赖将军 这是一 其二呢 我纵观天下英雄 没有几个 如果真正的盖世英雄 我看只有文侯你 我所以恭敬将军 我不是敬将军之之 我不是恭敬你这职务呢 而是敬将军之才呀 你的本领太大了 说得吕布乐得家里为老 酒过三巡菜过五位 吕布有点着急了 我来干嘛来了 我是上府地来谢您的小姐来了 其实谢是好听 吕布就想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 他既然能把这颗珍珠嵌在我这帽子上 镶嵌得那么好 这人长得一定错不了 他那焦躁的心情啊 王司徒看出来了 他没立即吩咐丫鬟 去请小姐 干嘛呀 诚心绷着点 又喝了几杯酒 司徒这才吩咐 请小姐出堂来见一见温侯将军 去了两个丫鬟 功分不大 只听一阵击碎之声 击碎之声 就是女子那木底鞋踩在砖地上 发出来的那种声音 紧跟着 连笼这么一条 又外边进来了一个女子 哎呀 当时温侯吕布那两个眼睛 唰的下子 就直了 他没看见过 他都不知道这女子怎么进来的 是架着云来的 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 还是由打门外走进来的呢 为什么吕布能这样 这女子长得太美了 只见她乌云桥晚 峨眉细长 一点珠唇 两行碎玉 面如梨花 纸不轻盈 柳妖花体 秋波颂情 一妃彩凤 环佩玲珑 哎呀 这是嫦娥呀 还是玉女呀 这时会儿王司徒给他倒酒 吕布都不知道了 司徒一看 貂蝉来了 赶快给他引荐 哎呀 这就是你 酒目大名的 吕温侯 吕布将军 赶快过去见过 貂蝉上前给吕布 拾了一礼 哎呀 吕布赶忙站起来 是深深的还了一一呀 还礼之后 他又给貂蝉拾了个礼 这叫礼多人不怪 不是 感谢小姐 赠官知情 金官是小 珍珠为贵 是您亲手把那珠子 给我嵌在金官上 我今天是特地来 给小姐道谢 他说话的时候 那两个眼睛 根本就没离开 貂蝉那张脸 一个地儿在那脸上 来回转悠 王司徒让貂蝉坐在那 陪着吕布喝几杯 貂蝉含羞落作 给吕布满酒 这时候 王司徒赛跟吕布说什么 他也听不见了 他就跟貂蝉这儿说着话 眼睛就瞅着貂蝉 一边喝酒 他是一边往貂蝉的跟前凑合 恰在这个时候 进来了一个家人 说外面有一位客人 要求见大人您 王允一听 哦 带我去去就来 吕布这么一听 哦 大人要去会客人 那我怎么好坐在这儿 这也不方便呢 呃 奉先告辞 改日再来拜望大人 他嘴里这么说呀 可坐在这儿 根本没动地方 他不想走 王允也知道他这句话是假的 哎 温侯怎么能走呢 下官少陪片刻 有我女儿貂蝉在这儿 陪着您不是一样吗 貂蝉也想离开这儿 王允一看您可不能走 温侯与我是通家之好啊 你要在这儿陪着温侯少坐一会儿 说完之后 王允出去了 这倒方便了 吕布把椅子又往前挪了挪 眼看他喝貂蝉呢 就要尖挨尖 绑靠绑了 啊小姐 我倒要贸然动问一句 不知小姐青春几何 我一十八岁 哦 可曾婚配 尚未婚配 哎 吕布觉得奇怪了 他心想你父亲官拜司徒 位列三公 你又长得这么好 那怎么连个婆家还没有呢 他这个疑惑啊 貂蝉看出来了 是不瞒将军 奴友三不驾 哦 吕布一听精神一震 我倒要听听 这小姐 怎么个三不驾 不是盖世英雄 我不驾 人才不出众 我不驾 绝路不高 我不驾 哎呀呀 小姐 吕布在胡牢关前 立战三英 可谓天下英雄也 人称人中吕布 品貌可谓出众 百绝封喉 职位可算不低 不知小姐 意下如何 你挑的这三样 我都占了 嫁给我不行吗 就这么个意思 吕布说着 他绕过桌案 一撩杖头 跪在地上 貂蝉一看赶忙过来 让他起来 他顺手一拉貂蝉 那意思你也得跪这儿啊 一是我在你面前明明心 我是非你不娶啊 二是咱们借着这机会 就把天地败了就得了 貂蝉刚跪下 司徒打外边进来 王司徒根本没去会客 就在外屋那儿听着呢 他一琢磨 是火烤了 挑帘子进来 一看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两人全在地上跪着呀 把貂蝉扫坏了 急忙站起来 转身就回了他的绣房了 吕布也怪不好意思的 王司徒微微一笑 哦 我看出来了 温侯又爱此女之心 那我愿将小女 娶佩温侯 吕布一听 当即跪倒磕头 谢过岳父大人 我立刻派花轿前来迎亲 特急了 特急了 明日如何 明日也早 那就后天吧 这又何必呢 过个三五日 我选择一个吉日良辰 将小女送过府去 也就是了 东西聊 她又磕了个头 吕布这酒也喝不下去了 她望着 貂蝉去的方向 直蹬蹬的双筋看了半天 别再看了 走吧 出门上马 上了赤途 她又下来了 怎么回事 骑到了 都把她乐懵了 吕布走了之后 王允心里也很高兴 貂蝉 这戏眼的不错呀 第二天一早在早朝 王允见着董卓了 他走到董卓的跟前 说相过呀 卑职想把您请到我的府中 小续片刻 我有心服之言 要对相国您讲 哦 董卓一听 好啊 这王司徒这人跟别人不一样 他对谁也不巴结 董卓就这么大的权势 他总是净鬼神而远之 董卓挺恨他 总想找个茬口 治治他 甚至把他杀了 还没抓住这茬 现在一听说王允请他 有心服话对自己说 董卓明白了 这是我在酒席眼前杀了张温 把王司徒给站住了 说明我这杀鸡给猴看 做对了 斯徒大人过千 老夫今日晚间就过福求救 多谢相国赏光 王允急忙回来了 他把早就准备好了的那间锦阁 又重新收拾了一下 挂好了漫杖 挂起了彩灯 立好阁扇 铺上了红毡 等董卓一到 王允是朝福相迎 这套衣裳只能是大贺的日子 才能穿的 今儿他把他穿上了 迎出府门 然后把老贼带来的五百铁甲军安排好了 就把董卓请入了锦阁 随后一摆手 摆两边的人打扶下去 王允就跟他说了 老相国呀 我们现在就盼着您呢 早日登上大宝 面南北北 登基坐殿 此乃上和天意 下顺人心呢 咳 此同老夫财遣得威 向国恩德不渝四海 是人人称颂啊 来 白酒 当时吩咐白酒 等酒宴摆上来 老董卓一看 此同大人 如果老夫真的 登基昌帝那一天 我必封你为开国元勋 王允站起来 是三拜九寇 向董卓拾了君臣大礼 这酒就开始喝起来了 随后歌舞上来 貂蝉出来这一唱一跳 董卓当时就晕了 他目不转睛的 瞅着貂蝉呢 他心想 我手底下几千个歌姬 也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人 他赶忙把貂蝉给叫到了跟前 王允吩咐 让貂蝉给向国满酒 此女多大年纪 一十八岁 真是晒一双绝 看来 向国您很喜欢此女 我就把她送与向国吧 多谢大人 董卓站起来 给王允作了个仪 他立刻吩咐 回服 王允让貂蝉到后面去收拾打扮 哗哗之招展的 貂蝉从里边出来 有人搀扶着上了车 走了 第二天还没等王允吃早饭呢 吕布找来了 气势汹汹 闯进司徒府 干什么呀 找王允算账 王大人 真是岂有此理 你不是把你的女儿 已经许配给我吕布了 为什么 你又把她嫁于向国呢 司徒一听 装了糊涂了 啊 呃 温侯你在说些什么呀 啊 哪有这种事情啊 是我昨天早朝 见到了老向国 老向国问我 是你把你女儿 给了我的儿子 吕布了吗 我说是啊 他说我要看看我的儿媳 好啊 我就把她请到了府下 叫出貂蝉 他一见 说你把貂蝉给我吧 我把她带回府中 选一几日 与他们夫妻完婚 也就是了 他这么给带走的 什么 我把女儿嫁于向国 你这话从何 说起呀 如果没有此事 魂则罢了 若有此事 老夫就和你父子拼了 呃 这个 吕布没词了 可真是我也没问问 我来的太猛撞了 约夫大人息怒 在小旭看来 吕布赶快出司徒府 回到董卓这儿来 进门一问 向国何在 有人告诉他 说向国昨天晚上纳了一个美妾 现在还没起呢 哼 吕布当时就火了 大踏步就问内宅来了 他闯进内宅一看 貂蝉坐在那儿正梳头呢 董卓果然没起 貂蝉从在镜子里 看见吕布来了 他立刻 眉封紧锁 装出了个愁苦的样子 眼含之惹泪 吕布一看这哪儿受得了 他一撩帘子就进了屋了 他想要问问貂蝉 还没等说话 董卓果然里边出来 我而奉仙 为何来得这样走 他这一问 貂蝉站起来回避了 其实貂蝉没走 他站在那个影坪后边 看着吕布 他看着吕布指了指自己的心 指着吕布又指了一只老贼 那意思我已经身许将军 可是叫这老贼给霸占 吕布全明白了 他强按着怒火在这站着 董卓还一个劲的跟他说话 说了半天 他一句都没听进去 只是那么哼哈的答应 董卓纳闷怎么了 这人 两个眼睛直勾勾的 你在看什么呀 董卓一回头 貂蝉在那站着呢 哈哈 咚 小奴才 快看我这麦鸡 是何利 滚了出去 李夫气哼哼的一跺脚 啪把林子一甩 走了 从这天起 董卓就算把吕布给看上了 他让他一步都不要离开他 董卓走哪把吕布带那 只有这样啊 这老贼心里头才踏实点 吕布受了罪了 他人虽然跟着董卓呀 可是他心没在这儿 你看这大活人行 这一马心缘你看不住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呀 吕布甭管在哪坐着站着 俩眼总是直的 那怎么回事 他心里都想念貂蝉 他巴巴得想抓个空 跟貂蝉见个面说两句话 可就是没这机会 忽然这天 老贼董卓早朝 早朝已闭呀 他就跟皇帝呀 在那说声话 哎 吕布一看 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他急忙一抽身 他就溜出来 来到五门外 上了马 跑回了相府 回到相府这 他把那个马往门前 这么一拴 手提着话题 直奔后堂 来到后堂 看见一个丫鬟 我再问你 你可看见 貂蝉小姐 这丫鬟一听 啊 哦 貂蝉小姐 正在后花园 凤依廷赏花的 哦 多谢 丫鬟吟吓一跳 怎么回事 说 吕温侯干嘛这么客气 吕布提着急 就问花园来了 等走的凤依廷前 一看果然 貂蝉呢 正站在凤依廷前 手扶栏杆 那看花 貂蝉听见脚步声 轻轻的扭向 回头一看 吕布来了 貂蝉心说 来得好啊 我借此机会 正好 离间老贼 于吕布 吕布一看见貂蝉呢 呗 那眼睛又直了 哎呀 貂蝉真是太美了 不雅如月宫仙子 将士临帆 他几步走在凤依廷前 砰 把大喜往哪儿 怎么引 戳 然后胆了胆 战袍上的尘土 这功夫貂蝉 轻轻飘飘地 游打那台阶上下来 走路就像风柏荷花一样 他走到吕布的跟前没等说话 眼泪下来 说将军 我貂蝉虽然不是王司徒亲生之女 可是司徒带我如亲生 他给我择序而许 就是给我找一个好丈夫 自从我见到将军之后 我平生大愿已足 可是没有想到 东太师起下不良之心 霸占了窃身 却是恨不及死啊 我真有上吊的心 可是为什么没死呢 我还想要见将军你一面 故此我是忍辱 偷生 近日姓慧将军 我愿意足了 今生今世 虽然不能侍奉将军你 可是我今天愿意死于 军前 以明切智 让你看看我对你的一片真心 说着 貂蝉一转身 就要往那荷花池里头跳 跳了没有 要往里头跳 这不有个要字吗 把吕布给吓坏了 他赶忙拦腰一把 就把貂蝉给抱住 吕布也哭了 他的眼泪也挺方便 吕布见着的呢 哎呀小姐 千万不能如此啊 怎么能行短见 奉献甚至小姐 痴心痴情啊 我是恨不能与小姐共语 貂蝉抓着吕布的手 一边哭着一边说呀 我今生不能与君为妻 香气于来世上 哼 来生来世我也得嫁你 吕布听这事 这心都要碎了 哎呀小姐何出此言 我吕凤仙今生 若不能娶你为妻 非应奉年 吕布急了 貂蝉一听这句话呀 转悲为喜了 那就请将军你救一救我吧 吕布一听 哎 不瞒小姐说呀 我这是偷着来的 我还得赶快回去呢 时间一久啊 怕老贼生疑 貂蝉一听生气啊 哦 我再归中久仰将军大名啊 知道你有万夫不党之勇 在虎劳关前 三英占你吕布 你都面无惧色 想不到 你怕老贼 董卓怕得这样 这么说 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哎呀 小姐何必这么说呢 我有苦衷啊 貂蝉听这生气了 你有什么苦衷 你要说你怕老贼 就干脆说怕他 你这么怕他 我一点希望没有了 干脆我还死得了 他还要跳荷花池 吕布就不让他跳啊 喇喇喇喇 搂搂抱抱 微微微微 哭哭啼啼 正在这功夫啊 老贼董卓回来了 董卓在朝里头 和皇上说着说着话 这一回头啊 吕布没了 有麻烦 他敢当吩咐 被撤 坐车回到府门 一看吕布马在那拴着呢 他直接跑进了后堂 一问丫鬟丫鬟说 温侯在花园 找貂蝉小姐去了 什么 咯 董卓脑门的直蹦火箱 他就来到花园门这儿了 一看果然 吕布在此 腾腾腾的几步闯进来 吕布一看不好 推开貂蝉 陌生就跑啊 把董卓去的 好你娃娃 他伸手一抓 什么也没抓着 哎 他看见吕布那方天挤了 腾了一下 老贼把话题就抄起来了 他是局局就刺